身份证跟同一个取得序号 十命之2.0第四轮 全联首度加入零口罩行列 一早就有民众赶在上班前 趁着人不多时来领取 为了避免结账人潮卡在一起 还特别设置零口罩柜台 全联为了分流呢 特别设置了结账柜台 还有领取口罩的柜台 但是如果您同时要零口罩 又要结账的话 在这边也可以一次搞定 来你好 出置身份证刷条码 在核对零口罩序后 让流程更迅速 大约30秒内可以完成 有另外一个就是窗口可以 就不需要跟买菜的人 同一个窗口会比较快 上班也是在这附近 有顺路的话就可以经过 就先来领一下口罩 包括另一间新加入的美联社 同样一走就有附近住户来领取 但也由于主要消费客群是菜篮族 比较没有使用网路习惯 因此排队人愁不像超商来得多 我们住在附近而已 这样就很方便了 通常都是长辈和一些菜篮族 那他们其实在使用手机或者是线上预购 比较没有那么在行 那我们发现他们都会请家里面的一些小朋友 在线上帮他们可能预购 两家超市比一比 前年有用密封袋将口罩封起来 美联社则是用塑胶袋简单包装 四大超商中也只有拉尔富使用密封袋包装 除了全家与OK超商用塑胶袋装之外 Seven则是使用牛皮纸袋 根据指挥中心统计 目前第四轮网购口罩已经有115万人付款成功 第五轮网购首日15号截至下午2点前 成人口罩达84万人 小董口罩则是7.3万人登记 订购期限到17号提醒有需要的民众可别晚了一步 既有成分效果草组台北报导